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月的联邦储备局开会的会议的内容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大家只是要看看 那些有投票权的一些主管 他们对利率的一些看法 基本上应该是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下个月2月份 美国联邦储备局在2023年的第一个会议里面 会调高利息的额度 应该是在0.5% 就是50个基点 这个也没有什么意外 因为应该是之前大家都应该有胜利有数 这导致市场里面也没有什么大波动 也没有刺激新闻的一个动作 那花世界基本上是有突破一点点新高 就是这个礼拜里面 它基本上是突破33,400点 来到33,409点 然后呢 它就必是在这边的附近 当时也没有什么大波动 那么看看那个主要还是看明天 明天那个飞龙的那个数据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惊喜 可能就是会大家可能会有要准备心理准备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那个S&P500呢 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大波动 基本上是盘在这个礼拜的高峰 就是那个价位的左右 也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变动 所以也没有什么更新 纳斯达根不用讲了 纳斯达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波动 它的范围基本上是很微小很微小的 主要还是看看明天 明天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火花 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那今天早上在亚洲呢 恒生呢继续的攀高 你看今天你看它的走势很猛 从那个那个十月底呢 三个月的十月底呢 已经攀高了 这个这个月就算是第三个月 而且它的力度没有减缓 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它已经突破了三个月 去年的四月份的高峰点 现在可能要往那个八月份的高峰点 现在也可能要往那个六月份的高峰点 迈进 OK 所以呢大家可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可能短期里面恒生呢 因为中国开放的那个新闻呢 刺激到它的经济 OK可能就是大家都有期待 所以呢恒生指数呢继续的攀高 今天呢最高 以这个小时来看呢 来到最高21,000将近400点 所以呢这个也是这几个月里面最高的一个价位 那上海中国指数呢 也当然也是也有调高 已经开始走高了 基本上呢我是认为之前呢 在还没有这个市场突破这个3,135点的之前呢 我是认为这个这个价位呢可能会会变成一个门槛的 现在已经证明的这个不是一回事 短期里面它很应该是在继续的走高 以目前今天早上的一个盘的一个行情呢 可能会来触碰那个是上个月的一个高峰点 就是3,225点 OK这个呢是一个有可能的一个结果 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三波浪型 甚至有可能突破去年8月份的高峰点 因为如果这个是三波浪的话呢 它的潜力是蛮高的 我们来看一看一下 如果它真的是是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结构的话呢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潜力在哪里 可能会来到3,373点 就是说呢远远的突破去年8月份的高峰点 OK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结果 OK 日经呢今天有点反弹了 昨天呢来到几乎来到25,660点 OK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有一点点反弹 可是呢那个反弹的力度也不是高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对日本央行的那个利息的看法 可能呢他可能认为日本央行可能要开始调高利息 所以对导致呢对日本股市呢是有一点伤害 所以目前呢主要的一个理由呢 为什么日经呢一直下滑呢 就是日本央行的一个利息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看看那个美元兑日币 美元兑日币昨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来到132.70 然后呢今天早上有一点回调 基本上呢我是在 我是有打算在这边开始 看看有没有可以布局 就是说呢再继续控它 因为呢原本呢 我是认为在131 这是132的时候 应该是有办法来做一个做控 可是呢行情你看这么猛 可是呢他停留的地方是在61.8% 刚好就是这个123.5到129.5的一个61.8%的一个 Pibonacci的一个回调的力度 刚好在这边呢就卡住了 所以呢应该是在这个价位里面 应该大家都可以考虑 ok 我本身也等一下过了这个录影之后呢 我就可能就会挂单看看 能不能在132.50的那个左右呢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空单 ok 那英镑对美元 昨天没什么大波动 经过这一次的反弹之后呢 从1.19反弹之后呢 目前卡在1.2030左右的那个价位里面 甚至呢行情呢 基本上呢 昨天呢也有来到1.2088的一个价位 ok 可是短期里面我还是看跌的一个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ok 那欧元呢 欧元对美元呢 有一个反弹从10520之后呢 反弹到106.35 基本上呢我是在这两个价位呢都已经空了 我第一笔呢是空在1.066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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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昨天我再挂多一笔1010630 所以基本上我目前是两个空单 因为呢主要是在看这个之前是一个支撑线 现在变成一个压力线 而且呢它的反弹的力度呢是在50%到61.8%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继续往下跌的一个可能性 还是有的 ok 我长期的一个目标呢 除了1.3 1.04之外呢 我还可能会留一个单在1.02 40左右 那奥币呢也昨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基本上来到来触碰上个月的高峰点 就这个在昨天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提醒过 就是航行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可能 可能来触碰上个月的高峰点 就是0.6893 那昨天呢来到基本上是有 我看看这个价位对不对 826 对不起这个还是稍微一点高 就是来到0.886 所以呢我在这边已经空了 我是在这个价位的下方 就是在0.6880的时候 我就开始空它 所以目前我这边是一个空单 在美元最加币的时候 这个就有意外 因为呢我基本上没有想到 它会跌破这个1.3484 可是呢这一次呢今天早上来到最低了1.3470 这个原本的话比我的预测还要 还要再落 基本上我是认为这个行情走高的一个可能性 已经诞生了 所以呢基本上要找机会去做多 可是呢昨天拉回来这个动作是有点猛 出乎意料之外 所以呢目前我还是没有过单 我是在观看 OK 这样我们看看石油 石油昨天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这个也是出于我想象之外 因为呢我认为在76块呢应该是有办法撑住 所以我加76块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做多了 昨天拉到72块7 所以呢是有点受伤 可是短期里面呢 我认为这个还是有涨的一个可能性 OK 只要是行情没有跌低于这个支撑线的话 我觉得它上涨空间依然存在 OK 可是短期里面可能是有点疲惫 可能要看看明天的一个非农的一个就业报告之后呢 看看能不能刺激这个市场 来我们再看那个黄金 黄金昨天我也被支损出去了 就是说之前的行情来到这个最高点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要控它 OK 在1835块我就开始控它 可是呢这一次呢又在失败 只是我把支损挂在1851块 所以呢变成呢受伤的力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呢 黄金继续的走高走到了1865块 这个也是这几个月里面最高的一个价位 所以呢变成的短期里面还是不适合去控它 主要为什么我控它 我是认为应该是美元要走强了 虽然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黄金呢 贵金属呢 整个系列就会可能会荡下来 可是呢 没有发生 所以呢这次就失误了 那银呢相反的话有调整 这一次的那个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的高峰点24块5毛5呢 到目前还没有去触碰 相反的它跟黄金的走势一点不一样 它倒退 昨天呢基本上或者是今天早上呢 基本上呢有拉回了到23块6毛钱 OK 所以呢可以再继续在这边做行情吗 短期里面我觉得这个价位 还是不是很理想我看看如果是还可以再继续跌的话是比较好 如果可以在23块左右再做多的话 我觉得那个风险的相比的话就会降低 可能能不能来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那我是希望它可以来到23块左右 再继续的观看 那我们看看加密货币这个空间呢 今天早上呢比特币又在从又在拉高将近来到17000块 可是没有发生 就是来到16996块就开始开始就被卡住了 那之前这个高峰点呢 这是那个上个月的20号也是来到17,053块 又卡住了 没办法进入这个空间 如果可以的话也不奇怪 反正如果可以进来这个空间是17,115块 到17,325块的空间里面 这边呢可能会出现空单 因为这个是拉回来的50%的一个据点 所以呢这个相比的话上面空间真的是有限 基本上我在以太郎呢 我是已经空了 昨天呢我是在这个价位 就是这个1,210块的左右呢 我已经做空 然后呢我上面又再挂一个单 就是在1,265块 我又再挂多一个另外一个空单 基本上我目前有两个空单在这个以太郎里面 我觉得这个上 因为这个调整的是上坡浪行 导致呢我认为上涨的空间真的是有限 可能呢比较有可能性的就是行情从这边开始荡下来 可能会来到1,111块 OK 那Ripple呢目前呢是没有什么大动作 这个24小时里面呢 基本上他在盘中 现在也不懂他要干什么 做多也不行 做空也不行 因为做多的他的潜力不够 因为呢上面呢有一条支撑 那个压力线呢 导致呢如果行情没办法突破的话 他顶多那个获利空间只有这么多 可是呢如果是这一笔做错的话呢 行情继续往下滑的话 我下面的风险呢是到 在三毛钱以下 所以变成呢相比的话 这个比例应该是不适合做到 OK 那这个B1B呢 今天也有一个拉上来的一个 一个动作来到221块 目前来讲如果是这个三波浪行的 形成的话 他可能会来到271块 OK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GoGoB目前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 工作 他只是按照别的主流货币呢 上扬的一个机会呢 继续的往上拉 可是呢上面空间真的是有限 OK Kadano呢目前来讲 已突破昨天的这个266块 也突破之前那个12月份的18号的一个 这个高点在271块 目前呢已经在触碰这个价位 如果能不能突破 我觉得这要要去观看 因为基本上他这个行情跌的时候 是是比较凶 相反的话他的反弹的力度不够 OK我觉得上面的空间 除非有奇迹出现要不然的话 他应该是当下来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 OK Solana是这一轮呢 最表现最好的一个币 OK 那因为他跟那个NFT绑的很紧 NFT呢跟FTX的那个新闻呢 也是很密切 导致呢之前呢FTX出事的时候呢 这个币呢就往上一直 就是一直被空来到8块钱 可是最近呢不懂什么原因 他已经开始盘上去了 在那个14块2毛2 所以呢 你目前来看呢 这个行情应该是涨的可能性是有的 OK 可是能不能再拉回来一点点到12块 或者是你想的话在11块2 或者是11块3 我觉得这个价位呢 就比较有可能做多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算了 那目前就到这样子为止 明天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拜拜 哈哈哈 好了 我们先想看看 我们 decided 这个 moveemos